連韓國當地的人 就是都跟朋友說 最近先不要來韓國 先不要來韓國玩吧 機票取消 看到社會上 許多在身材經濟層面 比他好的男生 讓他產生自卑感 顧財釀成XX衝動 然後呢他還說 因為我過得不幸福 我也希望他人不幸 而在警方抵達現場空間的 短短十餘分鐘內 他總共刺XX13人輕重傷 警方共發現了 350篇預告XX的文章 2.1 2.2 每當你夢很多 我依然想愛著你沒環境 哪怕我聽不懂 你獨特演員也被你感動 下過的雨的舞后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inKan的這張機台 機梅姐 虛擾 弟弟 虛擾 酷擾 白色 黑色 這是日文小教室嗎 沒錯 白色跟黑色 我們剛好也是黑白耶 你真的很愛學 我真的受不了你耶 好 沒錯 那開場呢 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韓國最近有一個恐怖事件嗎 你知道嗎 好像在華一些社群平台有看到 但是其實不是那麼了解 只是好像變得有點恐怖嗎 現在韓國 就聽說呢 連韓國當地人呢 就是都跟朋友說 這次先不要來韓國 我先不要來韓國玩吧 機票取消 這是真的 我就是看到有影片 然後有真的韓國人就是勸 就是可能外國朋友說 你們最近先不要來 就是有嚴重到這個程度喔 就我韓國的好姐妹 就聽說我們倆要來韓國旅遊嗎 就讓我們趕緊把機票取消了 讓我們最近不要來 她就這麼說 她就這麼說 我現在是韓國在韓國 是韓國的行李 很多人都在韓國的行李 都在韓國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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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可怕 我真的懷疑 就是我懷疑韓國人的精神狀態 是不是不太好 好大家應該知道 就最近有一個那個 隨機X人事件 隨機X人事件 然後好像是從今年大概7月底到現在 現在是我們拍片是8月22 所以其實是非常新的時間 因為其實前幾天都還有 就是它是一直不斷有 然後它是那種 有人會在網路上預告 就是會有X人的預告 然後什麼什麼地鐵站會有X人 什麼地方會有X人 然後就是好像到現在已經有 100多起的X人預告 然後警察可能就是 就是忙翻天 就是真的哇 就是每個點都要鑄手這樣 來看究竟會不會壞 因為有些可能是 真的有些可能是假的 對然後 好像大部分就是 放這些X的預告消息 就是大概 18、19歲到20幾歲 就是那種年輕人 然後而且呢 這種東西其實會造成那個 模仿效應 比較用那個辨別能力的話 他可能是 很酷很帥 想要學 但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馬上來看這個事件 好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是 發生什麼事情 好那我們第一篇文章來源是 關鍵評論 那原點請我們會放在下方喔 好那我們現在講就是 這整起啊 就是這個 第一樁的事件 第一次發生的案件 好那這個事情呢 是發生在7月21日下午 與首爾仍來仍往的心靈站4號出口 遲遭的33歲 兇嫌在地鐵出口不遠處 選定正在便利商店門口講電話的 20餘歲的年輕男子 從背後壓倒 突刺術刀 而後呢 兇嫌奔入街巷內 繼續無差別砍死XX多名男性路人 造成多名路人身懷多數刀傷 此案件呢 共造成XX三傷 而在警方到達現場對峙兇嫌 兇嫌也十分冷靜 只見他氣刀無力坐在階梯上 現場高喊 我不想活了 OMG 好那這個就是 那就是這整個事件的第一起事件 你有聽說過第一起這個事件嗎 沒有耶 我好像沒看到這個新聞耶 對 它好像是最近才傳到台灣來 所以其實之前就發 因為它是7月嘛 7月底耶 對其實我好像有看到這個新聞 但是 我們就以為只是單一次事件 結果呢 它後面造成就是 哇 一直不斷的有無差別的XXX 那警方之後調查 這個 犯案的兇嫌神智清楚 沒有喝酒 而對他所犯下的罪行精表示 看到社會上 許多在身材經濟層面 比他好的男生 讓他產生自卑感 顧財釀成XX的衝動 然後呢他還說 因為我過得不幸福 我也希望他人不幸 然後這就是 這個就是他的犯案動機 然後目前警方針對此兇嫌 是否為 預謀計畫性方案 進行調查 好那之後啊 就產生了我們剛剛講 就是模仿效應 那時隔不到兩周啊 8月3日傍晚6點的時候啊 韓國經濟道成南市 彭塘蘇縣站地鐵附近的 AK廣場百貨公司鬧去 又發生隨機無差別砍人事件 而且這次造成的傷亡人數更多 年僅22歲的送貨員崔信兇嫌 於翻案時啊 駕駛者叫車衝上人行道 先是撞傷4名路過行人後啊 全身穿黑色皮衣 與戴上摸鏡的他 大搖大擺下車後啊 遲著歷刃進入商場 就開始對路過的人潮 進行無差別攻擊 而在警方抵達現場攻堅的 短短十餘分鐘內 他總共刺3人輕重傷 然後有一個20歲的女性不治腦 而我們透過犯案現場的照片啊 見到百貨商場一片狼藉 血跡斑斑 還有不少好心的民眾啊 幫忙照顧被刺倒在地 鮮血直噴的無辜路人 然後就是整個畫面心驚膽跳這樣 就是非常的誇張 那後來就順利逮捕這個兇險 這個崔信兇險 然後呢 他並沒有太多的反抗過程 那他呢就是年紀輕輕22歲的一個送貨 22歲才大學生而已耶 很年輕耶 但他送貨優 那他可能是高中畢業就開始工作 也有可能 剛剛是第一期 然後後來又出現這個比較嚴重的事件 第一個其實也很嚴重 第二個是更嚴重 然後這就是一直不斷的有這些事件發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前幾天的事件而已 這是8月19號的 主要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 在韓國的台灣YouTuber 然後他的頻道的編輯也遇到這個 隨機砍人事件 連YouTuber可能都受到影響 沒有啦 YouTuber也是 我們也是正常人啦 好這來源是NOWNEWS今日新聞 就是有位加拿大韓國多年的知名部落客 台灣YouTuber 然後他也是為YouTuber 然後他有在臉書發文 自己頻道的編輯今天在首爾地鐵 遇到無差別攻擊 遭一位50歲男子持像刀片的東西 亡臉狂化 造成臉上嚴重掛彩 縫了大約15針 好台灣就表示啊 今天在首爾地鐵上 離大往宏大的方向 一位50歲男子拿著一串鑰匙 身為像刀片的東西 對於自己頻道的編輯臉部 瘋狂攻擊 那編輯的友人在旁乾淨把男子拉開 他與路人合離將男子制服 到達合警戰以後 警察就衝進車廂把男子帶走 然後立官也有路人受傷 然後所信大家都沒有生命危險這樣 那名突然攻擊的男子 看起來是精神不是很正常的人 然後在車裡一直碎唸 那編輯在車廂就已經盡量避開他了 但還是不遭到襲擊 那這個就是有位台灣YouTuber遇到的事件 好就是發生在這個首爾心靈洞 有一起槍當人案 一位30多歲男子 在公園裡隨機襲擊的一位30多歲的女子 不僅強XX他還持手指虎毆打 造成女子重傷送醫 至今人昏迷不醒 然後他就已經有被警方逮捕了 但是光天化了之下發生就非常的誇張 就是人來人往的地方 那個大家現在聽到的聲音是弟弟在刮沙巴 對弟弟他在刮寶 然後呢 就有警方在這個差不多 8月14號的時候啊 警方共發現了 354篇預告XX的文章 然後並以拘捕149人 那當中呢 多半數是10多歲的青少女 然後呢還有國中的少女喔 就覺得他們可能覺得這樣很酷很帥吧 然後就會造成那個就是模仿效應 欸我覺得這很恐怖欸 就像之前就是某個APP 不是好像發行什麼挑戰 然後就一堆年輕人一直模仿 鯨魚遊戲喔 我不知道是鯨魚遊戲還是什麼 跳船之類的 喔喔這樣這個 很多人因為這樣癱瘓 然後就受傷 或是之前還是什麼 舔馬桶挑戰 OMG 就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挑戰 但是有一些青少年他們就是 可能沒有想到後果這麼嚴重 就跟風去挑戰 然後造成一些不可力的後果 對沒錯就非常的嚴重 OMG 所以現在真的其實會 像我們現在其實就有點 不敢去韓國欸 就是連台灣人都受到影響 台灣的Youtuber他的編輯在韓國 造這個不差別商人嘛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去好像也覺得 哇會不會也有危險 因為他這個是沒有針對任何種族的人 他就是隨機的 所以你不知道他會找什麼樣的人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間 所以可能只要在韓國 也許就會有被盯上什麼的 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就是模仿這種 恐怖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是不是他們社會壓力太大還是怎麼了 因為他剛剛 你說那個韓國Youtuber是 好就是攻擊他的朋友的人 是精神不正常 所以你就是 你也不知道誰是精神不正常 你只能就是去觀察 因為像之前台灣在捷運上面 不是有個很有名的事件嗎 他也是在捷運上面 正捷 重點是那件事情你是 沒有地方可以跑欸 對其實被關捷運裡面 你也只能往前跑往後跑 車子在動了 其實你根本就下不了車了 對啊就是 真的很恐怖欸 就是沒有地方跑 然後你就只能在裡面跟他對峙 還什麼的 OMG 好那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還有非常多事件 其實講不完 因為太多了 也有發生在 就是什麼百貨前面啊 然後公園啊 百貨裡啊 都有 都是一些公開 公眾場合啦 對就是你去韓國玩逛街的地方 喔對因為台灣人也很喜歡去韓國玩 很多很多啊 就是 有人可能是要去看那些韓團啊 或是逛一些就是什麼 明洞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韓國的流行資訊是我們台灣人很喜歡的 好所以就是有很多韓國人啊 就是說 近期先不要去韓國玩 那 這就是看大家的想法 對 那像我們可能就是 喔如果現在還在發生的話 我們可能就先 最近先不要去 之後再去這樣 那大家就可以留點想法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事件 然後你有沒有身邊朋友 或是你現在在韓國 現在在韓國整個狀況是怎樣 可以讓人告訴我 然後幫我們補充一下最新資訊 然後那個韓國另外的頻道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因為我平常有看他們的影片 他們的影片很好看 就是他們會講一些 很多一些事件 有些恐怖事件什麼什麼的 集中一下 有人起來 告訴我們 OK好那我們 差不多看完了 就最近這個 在韓國非常恐怖的事件 這個 隨機砍人事件 真的是非常嚴重 然後一直不斷有這些什麼 X的預告 真的會造成整個社會恐慌 我覺得現在應該也很多韓國人就是可能 會不太敢出去也有可能 或是盡量可能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喔 當然可能有人住在人多的地方 所以往生真的會很可怕 就是像如果是台灣發生的話 哇 我可能也不太敢出去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捷運那件事情啊 就變得很多人就是不敢坐捷運 喔對 我那時候也不敢坐捷運 我就是覺得 哇 會不會遇到症疾的這種人 因為那時候最怕就是 像你剛剛說那種模仿效應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也有啊 就是那些事情發生之後 就有人在網路上 又PO說他也要做一樣的事情 什麼的 真的是喔 大家對這個世界有什麼想法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然後如果你知道 最近有更新的消息 就是在韓國的新聞啊 或是文章 什麼可以更新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或是現在 韓國人的想法是什麼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喔 我那講一個啦 它一個是 有那個韓國的大學生啊 就是 推出那種警示地圖的服務 就是可能有一種APP 然後可以看到 喔 是哪邊有那個 然後大家可能就可以避開這樣 欸那很棒耶 聰明的學生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喔哪邊比較危險 所以你先不要去 走再去這樣 那這樣啦 希望韓國的這個事件 可以趕快停下來這樣 就是 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然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吃 辣炒年糕 還有那個 布對鍋 布對鍋 我怎麼講 布對鍋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 訂閱我們的鈴鐺 按鈴鐺 一定要追蹤喔 記得按照片子 我們在那個影片 然後喜歡我們的 靈民商品的話 可以到這個連結去購買喔 好記得要來支持一下 我們的普渡箱喔 如果這時候 那個普渡已經過的話 你就可以當零食箱 對 也許之後我們會推出 不同的組合 你可以下面許願 裡面有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OK好 拜拜 下影片見 拜拜一定要留言喔 每一次留言我們都會看 拜拜 來吧